这里边啊 他必然有一个女人呢 把这个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穿到一起 那么是谁呢 有人说呀 是这个沙罗奔的侄女 也有人说呀 是沙罗奔的女儿 总之啊 这个女人呢 他叫寇 哎 叫阿Q 他本身呢 是个汉妇 嫁到小金川之后啊 没几天就把这个小金川的吐司责望摆平了 并且呀 在同时也把这两二级摆平了 那他靠的是什么手段呢 嘿 容易呀 这寇啊 他是个大美女 靠的就是书嫂通奸 你好 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说到 大金川的吐司沙罗奔 趁着这个朝廷啊 正在上下粘队用兵 无暇顾及着大小金川 于是呢 他就反了 关于这一点呀 我在这儿得给您解释一下 这沙罗奔到底是不是反了呀 很难界定 他无非呀 就是破坏了当地的这个吐司之间的势力 平衡 他设计呀 巧夺的小金川 升起了这个小金川的吐司则望 您别看的就是两个成寨之间的战争 他还呀扶持了自己的傀儡政府 他呀让这个小金川的吐司则望的弟弟 两耳机接替了吐司的印信 其实啊 这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他的用意啊 无非就是让满清朝廷看来 这小金川的这个吐司的变动啊 是借助外来势力的一场争变而已 并不是谁入侵了谁 当时啊 这川山总督庆复和这个四川巡抚 济山呢 在这个战队之战上面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根本没时间理他们 但是啊 还是个个发寒啊 过问了这件事情 恩威病重的 哎 稀释名人而已 可是到了乾隆十二年 这沙罗奔他野心不死 哎 他又烦了 这一下子 他可真动了这个中央政府的奶酪 沙罗奔呢 先派兵 攻打了这个葛布什散吐司的政地寨 然后啊 又攻占了明镇吐司的秘鲁 和张谷两寨 这要是再往南边打下去啊 那可就是汉地了 前边啊 四天的路程就是打剑炉 在那啊 已然是清军大本营了 其实在这个附近呢 他有一只清军助手 拔总李建廷 在这啊 带领着一支二三百人的绿营部队啊 负责当地的地面弹压 可是啊 已然阻挡不了这大军川吐司沙罗奔 带着他的人呢 继续向南侵入了 这清军呢 他只能啊 往南撤退 越退啊 可就越接近这个汉地 越接近打剑炉了 那么这沙罗奔 他真的是要反吗 他反什么呀 在政治上啊 他无非就是想拿到 这一地区的绝对控制权 再者了 这个地区啊 实在是太贫瘠了 多占领土地啊 就能更好地保证自己的人民 有多的粮食产出 按实例说呀 这才是这个地方的土司 经常互相干账的根本原因 可是事实上啊 这规矩是朝廷定立的 朝廷啊 并不想让谁家一支独大 所以说破坏了这里的规矩啊 那就是抗衡朝廷 你就是作乱 这会儿呢 这战队之战呢 已经结束了 川山总督庆复和这个四川巡抚济山 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了 于是就双双向朝廷请命 要求这个朝廷出兵啊 平定这大小金川的叛乱 当然了 这大小金川的指的是这个地区 真正叛乱的就只有大金川 土司 沙罗奔 这乾隆皇帝接到作报之后啊 感觉到很有难度 很有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朝廷刚刚结束 我这上下战队之战 这乾隆皇帝认为啊 在这个西南运兵压力挺大的 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当地的地形上看啊 都不利于清军作战 最为麻烦的 那就是后勤补给了 在这一地区啊 要是养着一个兵 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打仗 哎 那么后勤补给上啊 就得跟上好几十个人 这民夫挑夫的征集啊 都是问题 那事到眼前了 朝廷不解决也不行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下旨 先让这个川山总督庆复啊 常驻四川 四川巡抚继山 哎 负责后勤补给工作 四川本地的叛乱啊 四川本地的驻军 以及这个官员 先倾脚 先评判着 在这个奏章当中啊 这庆夫啊 也表示了 先不用这个朝廷派兵 他已经暗暗的 联合了这个小金川 葛布什崽 和这个巴旺 等等啊 这些大金川相邻的吐司们 配合四川的绿营兵啊 一起围剿大金川 事实证明啊 根本不行 这些个吐司当中啊 有的是被这个大金川吐司 沙洛奔打怕了 还有的呀 干脆就是这个大金川吐司的朋友 您就比如说吧 现在小金川的实际当家人 哎 这个二吐司 梁尔吉 这个人啊 就是沙洛奔曾经扶植的维吐司 上文书咱们不是说了吗 他和他的哥哥泽旺 还有沙洛奔之间呢 有狗尺连活讲不清的关系 哎 别人讲不清啊 其实我能讲的清 这小金川吐司 泽旺啊 是大金川吐司 沙洛奔的姑爷 这个梁尔吉呢 是泽旺的弟弟 也就是说呀 这个梁尔吉呢 是这个沙洛奔的庆儿 沙洛奔呢 是梁尔吉的庆爹 我说的这层关系 您要是也听不懂啊 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里边 他必然有一个女人呢 把这个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穿到一起 那么是谁呢 有人说呀 是这个沙洛奔的侄女 也有人说呀 是沙洛奔的女儿 总之啊 这个女人呢 他叫寇 哎 叫阿Q 他本身呢 是个汉妇 嫁到小金川之后啊 没几天 就把这个小金川的吐司 责望摆平了 并且呀 在同时 也把这梁尔吉摆平了 那他靠的是什么手段呢 嘿 容易呀 这靠啊 他是个大美女 靠的就是 疏扫通奸 您瞧啊 现在这个责望 虽然没死 但是啊 小金川啊 实际上是这梁尔吉当家 有这层关系在 您想 他能够死心塌地的 实心实意的 跟着这个清军 一起去剿灭 大金川沙洛奔吗 所以说这个庆赋啊 每次组织的这个清剿活动 都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都这会儿了 这乾隆皇帝 他还等什么呢 这乾隆皇帝正在物色一个人 他在物色一名啊 能干的将员 到这个金川前线啊 去指挥这场平叛战争 那么这乾隆皇帝 物色出人选没有啊 哎 这个人选还真有了 那就是啊 在这个西南边陲 两立功劳的 云贵总督张广寺 在西南地区啊 这张广寺是个奇人 是个能人 早在这个雍正年间 雍正四年的时候 他就追随着这个鄂尔泰 共同啊 改祖归流 在苗江啊 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后来呢 到了雍正末年 以及这个乾隆初年 又赶上苗江之乱 张广寺啊 临危受命 从那个贵州巡抚 被提拔到了云贵总督 那可真正啊 是摧枯拉朽 一股坐气就平定的 苗江之乱 这一次啊 大小金川之乱 哎 乾隆皇帝可就又想起他来了 这乾隆皇帝 打定主意以后啊 连下了三道旨意 这第一道旨意啊 就是令这个济山 也就是四川巡抚 你呀 从这个舒舒服服的 巡抚行营出来吧 也就是说 你得离开成都 到这个藩地 金川前线去总统事务 原川山总督庆复 调回京城办理阁务 说实话 这算是升职吧 这庆赴回京以后啊 哎 入了内阁 并且呀 成了内阁大学士 不过哎 这乾隆皇帝 一直就怀疑他 在这个上下 战队之意上啊 茂公欺瞒了朝廷 只不过呀 这皇上啊 熟了也没有什么 实际的证据 哎 这回正好 把他呀 调回京城 把张广四 调进四川 让这个张广四啊 彻彻底底的 查查这件事情 最后一道旨意啊 就是命 云贵总督张广四 于乾隆十二年三月 转任川山总督 经略平丁大小金川军务 于丧时加太子太保贤 那要是比起上一任的 川山总督庆复来呀 那这官就大了 为什么呀 咱先不说呀 这个虚弦太子太保 咱们就说呀 这经略一职 所有啊 跟这个平丁大小金川军务 沾边的事 沾边的省份 皆由他挟制 但愿呢 这张军们呢 他早点到四川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金川前线呢 他又出事了 就在这乾隆皇帝 在北京城调兵遣将的时候 这前线 大金川吐司沙罗奔 继续勾结党羽 围攻了霍尔章谷 并且这回呀 还死了人了 死了什么人呢 清朝的军官 在这一仗当中啊 这千总向朝选 阵亡了 并且啊 这叛军还一枪 打中了一名游击 这名游击啊 叫罗鱼朝 这乾隆皇帝 文之大怒啊 命令张广寺 是迅速晋川 早日入职平叛 这张广寺啊 到了四川之后 办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这大小金川的军务 他先替这乾隆皇帝 调查了一下 这上下粘堆之意大捷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一调查 不要紧呢 这庆父在这奏折当中提到的 被烧死了的 下粘堆 吐司搬滚 诶 全须全眼 人家现在啊 又回到了下粘堆 并且啊 还是那儿的吐司 还是在那儿 说了算 这乾隆皇帝 急到奏报之后啊 立刻就窜了 于是啊 骑着咔嚓 就把这刚上人的大学士 所谓的功臣庆父啊 掐肩入狱 关进了天楼 咱们在这儿啊 不妨画个括号小小的透露一下 这庆父和张广四 两个人是万万也没想到 这两个人到最后啊 前后脚见了阎王爷 这件事是后文书 咱们在这儿啊 不过多的莫分 咱们继续说说这入川的大将军 张广四 张广四到了四川一看啊 说这不行 哎 跟这个朝廷就说了 说这个现在四川的两万绿营 以及吐司兵啊 各怀二心 根本用不上 有的呀 是观望形势 有的那是逃逆潜藏 说是有两万人呢 实际上算上啊 有五千 能真正上战场的就不错 而且这些上了战场的呀 还不一定真能打仗 那么从内地调绿营兵啊 张广四认为这内地的绿营兵啊 又比较单弱 根本啊 就不适合入川啊 到山地作战 这乾隆皇帝一听 那你什么意思 你还想指挥八旗兵不行吗 这张广四说那也不一定 说我呀 觉得呀 您哪 从贵州给我调点兵来 那儿的兵啊 都是我训练出来的 当年啊 脚平苗寨 那一个个的呀 这个下水如龙 上山似湖 不用多了 您哪 给我来个一两千人 我就能够得用 乾隆皇帝说行行行 按你说的来 于是啊 就调了两千贵州兵 到这个张广四川的营充 这一下子呀 这张广四觉得 这朝廷也支持我 哎 现在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于是那一骨作气 先后啊 就收复了 大金川所战的 牟牛 马丧等地 哎 这牛头马面的 都是什么地名这是 哎 这会儿啊 戏剧性的一幕又来了 这小金川吐司则望 颠不颠的 向张广四啊 来投诚了 当然了 带着他的弟弟梁二吉 还有他的媳妇寇 实际上咱们都知道啊 现在小金川所有的事物啊 实际上是梁二吉的做主 哎呀 这个投诚他到底是有没有帮助啊 咱们现在先不说 后文书啊 咱们详细掰扯 就这样的大清朝第一次对金川之战啊 就打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开门红 那么这张广四军门的开局胜利 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咱们呀 明天 接着聊 拜拜 咱们